enjoy 因为我最近教enjoy 然后分享蛮多enjoy的教学 所以如果说你查一下 enjoy教学的这个keyword 我搜寻了一下 我发现 跳出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已经排在第四个 这个keyword的实际上 教enjoy的老师其实非常的多 其中有一个老师 他本来是排在第一个 不过现在好像掉下来了 这个孙传雄这个老师 他分享了蛮多的 第一名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影科技 他好像有架了一个论坛 那我本来是排在 好像第一页的最下面 不过昨天稍微查一下 发现已经爬到前面来了 已经爬到第四个 我在想说应该很快的 应该可以爬到第一个 看看能不能在三个月之后 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keyword enjoy教学 那里面的话呢 我主要放哪一些 各位可以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呢 主要是放那个 我历来教过enjoy的课程的分享 比如说里面的话呢 我想各位回去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个 会排在前面的原因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篇我写了一段时间的 也就是说呢 我每一次上课都会做整理 都会做整理 那里面的话 我只要到过的学校 或者上过的课 我都会把它做一些 一些助记 所以我已经做了 这么多事情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从最早的 这个这个 入门 再到 TQC的证照 怎么通过 我通过证照的流程分享 还有在我们实际电脑 开课 淡江之公西在附近 淡江之公西也开了两次课 然后佛光大学 另外怎么样把那个 我们的APP发送到那个 Android Market 现在叫Google Play 然后最后的话 像淡江之公系 华夏之公 然后东南 崇佑 等等的北区 这个是教师研习 东南科大支管系 还有明传 所以一系列下来 其实蛮多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 要把它学会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当成是 一个参考 里面其实东西太多了 那我最近也会花一点时间 把它整理整理 甚至我这个 这个页面 可能会再做一些 一些整理 因为我最近 大概又上了蛮多学校的 像原培